专门搞这个农屋 要说是农屋的时间的话就很早 我在乌三年我就开始了 那时候我才十二岁 在安居古城 我是哪儿的人 从小就爱喜欢那些 所以说从那个事 我都介绍了参与了 关于乌龙和打链馅 乌龙那方面的活动 后来我五年参与了工作 都是到了川集团 朝川集团过后 他说我一直对这个乌龙没有丢过 都想那个东西 想乌龙 我说看到我们这里的乌龙 我说这个乌龙要是拿起来 能不能把它搞成一种集体舞蹈的形式 提高它的历史性 所以从那个开始 88年我就开始从事了 88年是北京办理一个 国军旅游年武农大赛 那个时候就把那个任务交给我们集团了 那次就正好遇到创商们来了 把我喊去开会嘛 我是导演了 在那里已经三十级了 对吧 那一开会我马上都 赔马上针 来创作这个同梁大乌龙 我二前五龙出 我从那个时候开始 第一炮都打响了 国军旅游年都是一个金奖 我不在现场 我弟子们去了 高兴得很 他们去了 那里到了那个地方 我的心也都到了那儿去 我的弟子们去了 我也去了 我的心去了 人没去 我也高兴了 所以说我想通过的媒体 多把我们那个同龙龙 先生先生 多到外面去 多到外国去 我现在只能过国家教学 台会 在台会教学过后 我都深深地感觉到 在外国去 能够把我们中国的传统民族文化 更能好地把它发展 你看他好 说就好一个吧 我说我走了 你们还想得起我吗 他说想得起 我们一看到龙 就想起了中国 很感动 我非常感动 我叫孔威 现在在乌龙 就练习乌龙 要把更好的那种技术 学到位 然后传成下一代 是因为前期 我们整条龙都非常地努力 十分地刻苦 从用好不会的东西 到一直慢慢练 手上 然后再指导回 都经过了不断地磨练 才会成为现在 大高荒龙中间 我的想法是 可以尽量推广到全国各地 让全世界的人民 看到我们同梁龙的文化 然后让他们见识到同梁龙的 维吾 啥子 其实 我以后想去国外乌龙 但是要慢慢慢慢 一步一步地来 我是兰提米尔 是重庆市同梁职业教育中心的体育老师 兼武龙队教练 也是同梁武龙队的队员 也同时是我们同梁龙的非遗传承人 从初中的时候都开始武龙 就19岁嘛 现在我35岁了 已经差不多20年了 将近20年了 武龙已经 当时我们也是因为我们同梁有一个 都是武龙进科堂 因为我也是作为一个学生 清楚了一个武龙科堂 开始接触了武龙 所以后面也直接当了体育老师 也开始都把传统技艺交给我们现在的学生 同时直接参与的其中当中 肯定很激动 说你总作为一个传统技艺 能够登上六月十八广场 那个国业集中的大舞台 向全球的人民 暂时我们重庆的一个非裔的文化 也同时让他们暂时我们整个的同梁龙 让他们领练我们什么 政治里叫同梁龙 如果有这个机会的话 肯定有这个想法 还是想把我们那个同梁龙 让我们走向全球 我代表我们同梁龙所有的武龙人 祝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 广大的市民 朋友们春节愉快 新年快乐 全家幸福 祝全球的朋友们新年快乐 祝全球的朋友们新年快乐 祝全球 祝全球 祝全球